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TFBOYS的队长 在这个重庆男孩17岁生日前 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数 已经将近1800万 从备受争议的少年网红 到万众瞩目的明星 他的粉丝 伴随他共同成长 这份感情对他们彼此来说 都极其特别 我们的故事 就从这位大明星的本子 小螃蟹开始 沿途已落去着 有时候相信的 未必开花景 马晓菲和小莫 是王俊凯官方后援会 重庆分会的负责人 那主要负责做什么呢 像他们这样的粉丝社群 遍布各地 为了让更多人 关注并支持王俊凯 每到和他相关的 重要纪念日 他们会进行 大型的联合应援 因为王俊凯的小名 螃蟹在重庆画中 殷童庞凯 所以王俊凯的粉丝 叫做小螃蟹 蓝色是他们的 专属应援色 由于经常要参加各种活动 马晓菲和小莫的包里 总是塞满了各种应援物 这些应援物 都是他们自费制作 像大多粉丝一样 他们首先是被 王俊凯的形象吸引 然后开始关注 他的各种作品 接着就像他小时候 翻唱的那首歌 他总是出现在 他们深深的脑海里 我朋友他们 特别不支持我对心 还有不支持我对王俊凯 我觉得他年龄看小时候 送我老牛吃乱长 比如这样的 就王俊凯用一句 从句话来说 从秋儿跟着的 马晓菲和小莫眼中的王俊凯 像童话一样美好 我们很好奇 他们有没有想过 现实中的他 只是个普通的男孩 或许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呢 从去年就开始想 我想的是 他们把 因为我周围就认识了 一起啊 历史于他的老产粉 每天都说 王俊凯好话 然后我就在想 我又不是这样了啊 那怎么办 然后原谅 然后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就算他不是这个样子 我也愿意喜欢他 我在机场接触了他 我就有一次 我太 太不专注一看他 然后就在那个机场外面 摔了 然后他转过来 很孝顺很孝顺地跟我讲 小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他 粉丝和偶像最近的距离 大多只是在荧幕前后 舞台上下 和拥挤的人群中 但他们总是愿意选择相信 那个人 就是自己看到的样子 前面别喊过 左右一边喊过 你一排别动 你一排别动 PSCoast的粉丝 在饭圈也是出门的疯狂 这天大家格外卖力 是因为知道会有媒体在场 展映会当天 王俊凯并不会出现 在这个没有主人的现场 他们真的只是在为了偶像命远吗 但我还是一个懵懂的男孩 遇到爱不懂爱 从过去到现在 只要他也离开 这天 王俊凯的一个新粉丝社群 王俊凯火锅站成立了 王俊凯不要怕 重庆小螃蟹 陪你闯天下 在哪一遍 我们去玩啊 上开不便爬 我们去小螃蟹陪你闯天下 我们通过小莫介绍 参加了他们的聚餐 他们都是因为王俊凯在网上想食 虽然这是大家的第一次线下聚会 却熟络得像多年的老友 火锅站的职业和年龄差 也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外 那天他们告诉我们 以前的追星 不叫追星 你原来有加入过 就是这种粉丝的 没有 我以前叫做喜欢过明星 没有追过星 这是第一次 饭圈二次元生活三次元 对于我们的跟拍要求 一开始 他们觉得有些为难 他们说 饭圈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在进行一系列思想工作后 他们终于同意 让我们对TFBOYS三周年见面会 他们的北京之行进行记录 现在我们去机场 接王军开火锅站的成员 现在是晚上11点20 他们飞机11点40落地 来了 你们都下班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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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姐姐挺开心的 对对对对 就一路上就打了鸡 以前的追星就是感觉就是 你可能买买专辑 他已经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东西 你去拿来享受这个成果 然后喜欢王军凯这种的话 还带有一种陪伴他成长啊 这种的企划在里面 这是你们的那个横幅吗 这个是叶拉网 然后这下面有横幅 然后那个猫耳灯 只要他们在一块儿 再狭小的空间 也能充满海量望军海的信息 我跨过就可以了 这首重庆跨版的江南 王军凯是在TF家族的 微信公众号里唱过一句 却成为了这个 重庆本土站的至宝 走到哪里 他们便唱到哪里 有火锅不住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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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会傻瓜 三层啊 这完全太差不多了 然后改变的那个姜南 就姜南 这就是姜南 其实生活也在继续 那人生也是如此啊 一到酒店 他们就马上开始准备 第二天要发放给粉丝的包袋 虽然已是凌晨 但大家都充满了干净 当天一起在酒店准备礼包的 还有王俊凯另一个粉丝社群 谢工坊的一群女孩 谢工坊是王俊凯的个人数据站 这群姑娘专门负责统计各种 和王俊凯有关的线上数据 支持她的线上打榜应援 王俊凯近1800万的微博粉丝数量 除了经纪公司和媒体的宣传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个粉丝社群 慢慢累积起来的 那你们明天就在酒店发 不去那个场馆发吗 不去场馆发 但是我们要去那个月红 就粉丝都在 你们发微博让他们过来吗 对发微博 早上会发微博 在纷繁的演艺圈 如今的粉丝已经很大程度上 参与了明星的创造 但他们的目的却无比单纯 这群人所做的一切 只是希望王俊凯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 以及让他感受到 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爱 然而他们到底为什么 要为了一个在现实中 没有交集的人付出那么多呢 我希望王俊凯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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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众 有更多爱 不愿意 快到的宣众 快到的宣众 9点 然后全部都在快 还没到上午9点 火锅站的100个零包带 早已被一枪而空 在这种特殊的日子 全国各地的粉丝都会集聚一堂 能够见到心爱的偶像 约会平日里只在网上聊天的朋友 这是他们最辛苦也最开心的礼物 一定要把我们的伊拉宝照下来 我们伊拉宝太有特色了 要给他们做的时候 很多人就对他们评价都不太好 这份群体并不是所谓的老常或者疯狂 真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喜爱 敢于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那种真心 作为第一个王俊凯家乡的粉丝站 他们今天额外耐力 学一下重庆华好吗 学一下重庆华好吗 小菜的动作非常好 小菜的动作非常好 一二三 小菜升卷 都是成年人 就要去做好生活一个平衡点 这些朋友看来就是最新它不是一件小事情 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心血 你不能用任何语言来说明这种爱到底有没有意义 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有意义 这种难以名状的感情 或许是因为见证少年成长为巨星的感觉太特别 或许是因为王俊凯的光荣里有他们的付出 他们说 追着追着 小凯一下就长大了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的句控 因为付出的努力 有人能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 发放完礼包和应援物 火锅站的成员们立马赶回了酒店 准备下午要带进现场的装备 从前一天下飞机忙到现在 他们只休息了两三个小时 我想粉丝对他的这种爱就是不求豪宝 他的某一个闪光点打动了你 然后能够触及到你内心的某个地方 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算是一种信仰 不求所有人理解 可能他懂 可能粉丝懂 就是这种爱连接他和人 心事尽的 虽然人是你的人 你往外面走吧 为了开他以为是一个灯 结果是个人 由于主办方对进场的应援物 有大小限制 为了把更大型的灯符 带进现场为王俊凯应援 每个站子都要使劲浑身解数 这个画面起初我们觉得有些可笑 但看着看着却又莫名感动 如果当时没有人记录下这些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他们为王俊凯做过什么 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我们都是重庆人 都是重庆人 重庆那么多人 三千多万人 你怎么不管 那全国十三亿 就我跟他 我们三千多人是同乡啊 我的你这样这么俗 你的颜色太丑了 哎呀你这 会不会这么俗啊 看 是不是就看不出来了 厉害 OK 当天北京的室外温度是36摄氏度 他们就这样裹着厚厚的灯符 进了现场 我现在所在位置的室外 都是饭吃的 饭吃的 饭吃的 狗像的纪念日 是一场粉丝的狂欢 我跟上双鱼和双脸 我害怕是改变 有没有一种改变 有没有一种终点 结局的幻灭就像一首电影情节 有没有一种信念 有没有一种信念 无关你 一个偶然的机会 你踏上了一条追寻梦想的道路 你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 很高兴 你可以一路走下来 那时的你呢 是春秋 看到这一幕 我们突然感觉到 台上的这个男孩 和台下无数的粉丝之间 似乎有着一种奇妙的刺场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看似遥不可及 却彼此参与着对方的梦想 就是太带心了 一直在 就是你们的手臂 我会更加强的 不能够 抹去手臂 心中有爱 所以宽敦 因为 因为你们的爱 才能成长之间 因为想要在王俊凯17岁生日期间 投放我们的纪录片 火锅站联系当时在场的 其他几个站子 为他录制的生日祝福 由于不允许在城管门前的 库库进击 于是隔着马路 我们留下了这段影像 从开始到未来 只为王俊凯 王俊凯生日快乐 是我在这游戏 我喜欢你 是我在这游戏 美你会赢 虽然你们不想要表现出正能量 但追星和生活的平衡点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控制 在录制过程中 他们时而戴起 又时而摘下的口罩 既想保护那个为外人 所不解的信仰 又想保护自己安静的生活 其实即便在现实生活中 爱上一个人的理由 也很难说得清 也许是平淡的日常 让人渴望舞台上的光 也许遇见小凯的时候 他恰好是他们喜欢的样子 主持人演唱会的时候 然后那个可能是被粉丝 北京之行结束后 他们要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 还有下一次的追星之旅 未来明目了不处传心 就点亮我的安置信 为你照明 王俊凯 赞生有幸喜欢你 祝王俊凯 17岁生日快乐 我会认真做好线上议员 做一个底气 以后我会认真做好线上议员 以后可以成为思想要成为的人 还我会和王俊凯一直在一起 岁月如更 乌鸦与你共真容 奔赴你的青春 共创一场善业 一路日光把王俊凯成光 日光会提到王俊凯 实现每个梦想 王俊凯 高高 加油 王俊凯 高高 加油 从开始到未来 只为王俊凯 陪你走下去 朝铁的支持你 多喝牛奶 早日找到爱你吧哦 你冒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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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感谢你 我冒险你 小田 水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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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冒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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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了我的正心 为你冒险 编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